大追集,我是姚嘉倩 选战进入白热化的最后关键一周了 蓝绿双方陷入了战情胶着的拉锯战 而为了拉开彼此的距离 国民党已经打出被视为是最终王牌的第一夫人周美清 其他像是朱立伦、郝龙斌、郝龙斌、还有胡志强三个人 都已经展开了辅选的行程 但是蔡英文的王牌到底是谁又会在何时现身呢 还有在选举期间时常会出现的选举奥布 在最后这个星期会不会上演呢 另外气宋宝马的气宝效应持续发酵 对于选情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都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三位特别来宾 都是资深的媒体人 第一位是林朝鑫,朝鑫您好 小鑫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王世奇,世奇您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黄金平,金平您好 观众们大家好 虽然说选举是君子之争 但难免还是会有擦枪走火的时候 我们就常常听到选举奥布这个名词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民进党这一次整理出来 总统大选他们发现有十大奥布 首先就是有国家机器介入 动用了行政资源司法的不当介入 还有匿名抹黑的文学 利用特定的媒体配合操弄抹黑的议题 最后还看到花钱买票来动员 这是一个终极的奥布 首先就来先请教一下曹新来看一下 除了这些奥布 这一次通通出文了吗 在最后这个星期还有哪一些奥布 你觉得可能会出现 就像我们讲其实有一个很 也不能讲奥布 就是你讲319枪机 那两颗子弹 有没有改变整个的一个险情 有 这个东西是到底是意外还是奥布 大家不晓得 就像武都选举的那个时候 林胜文的那一枪 马面的林郑文那一枪 造成了整个武都选举 为了变射 这当中是奥布还是意外 大家都很纳闷 但是这当中也切实影响了整个的险情 我想这个东西都是不目前 在选前的最后一周年 可能会发生一些 足以影响险情的一些状况 对 在最后这个礼拜 大家都觉得提心吊胆 刚刚曹新提到的就是 比如说枪击案 这一次的一个选举氛围 事情来看一下 有可能会有这么重大的 一个暴力事件上演吗 还是说有其他的 一些可能最后的招数 通通都会拿出来 我延续曹新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你看曾经在2004年的时候 还有去年武都的时候 都发生过枪击案 那枪击案的真相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出来了吗 大部分人会说没有 他们不知道 对不对 没有完全的破案 好 那也就是说 开枪这件事情 的确是有可能可以影响选举结果的 如果有人如果假设 这件事情真的是 有人在幕后操作的话 他试了一次成功了 第二次也有效果了 你会不会担心 他会来第三次 这是大家普遍 我认为是在蓝绿双方阵营内部 他们在评估选情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东西 纳入他们的考虑 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杜绝 这样子的可能性 好 那所以一旦发生的时候 怎么办 我觉得那个伤害是很大的 就毕竟台湾已经经过了 两次这样的事情 没有人愿意看见 那所以枪击这件事情 大家也很 很没有把握说 它一定会发生 但是也没有把握说 它一定不会发生 大家都放在心里面 就提防着 它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们 我认为我们必须一再呼吁说 不管发生任何这种 可能的状况 你原本要支持谁 你就去支持谁 所以不要因为这样子 一次的突发世界 在还没有真相大白的时候 你就改变了你的投票 我觉得那就会造成 那个指使的人得逞 他就会有1就有2 有2再来3 有3再来4 就是你没有办法 无法想象说 他可能会使用几次 好 那除了枪击这个东西之外 另外其实我知道 现在各个阵营内部也在评估说 会不会针对一些比较特定的 明星级的浮选人物 可能是暴力的事件 可能是羞辱一下 譬如说给你丢个垃圾之类的 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双方阵营也都在担心 譬如说好了 周美清夫人 她的形象非常的好 她去跟大家拜票的时候 姿态什么都很好 她也获得非常多人的欢迎 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有人故意去找她挑衅 故意去拉她一下 扯她一下 害她受伤或者是羞辱她一下 抹她一个 丢一个垃圾给她 就达到了羞辱的效果 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引起 大家同仇敌开的同情心 会不会有利于特定的阵营 有可能 所以我认为在最后的 这个一个礼拜的阶段 就是说明星级的浮选人物 以及候选人本身都很重要 安全都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尽可能的防止 任何你设想得到的突发的状况 是 刚刚就呼吁真的是要冷静要理性 你本来心中的定件要投给蓝绿 不应该因为一颗子弹 或者其他一些暴力事件 而左右你自己心中的定件 不过还是要来请教金平 那你觉得这个最后这个礼拜 这些选举奥博还会再出现吗 这些选举奥博出现的几率 有几个 你像国家机器介入 司法不当介入啦 甚至动用行政资源 国安勤收监控 好像这一次辅选 包括这一个月 不要说这一个月 这个礼拜好像陆陆续续都发生了 变成在野党指控执政党的一些 就是他的一些证据 那匿名抹黑文宣 有些像这次因为有 那个除了总统大选之外 有跟立委选举 还有政党票的 那个不分区立委选举合在一起嘛 合并在一起 所以有些地方型的一些立委选举 已经有出现一些抹黑的文宣 或是抹黑的广告 然后甚至呢 蓝绿彼此之前的像 世子文宣 民进党出的文宣 或是国民党误用了哪些 那个一些 那个不当误用的一些 肖像权的一些那些文宣啊 也都互相 当然也会都互相道歉 这些都被对手指控为不实文宣 那买票动员的话 这个部分比较属于在立委的层级 包括之前那个 高雄之前传出来 有好像支持绿营的里长去喝喜酒 然后就被司法那个单位约谈 那绿营就指控说 这是司法不当介入 喝个喜酒就变得好像买票会选一样 那也有 好像是蓝营的那个立委候选人 他涉嫌就是说 好像家里莫名其妙藏了一个 四百万元现金 也不能说藏 它是他自己的钱 突然你不放银行 为什么在这个选举这个时候 剩下没几天 把那个四百万元现钞放在家里面 然后那候选当时我不知道啊 这是用来什么 付一些文宣费用或怎么样 可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有时候候选人很忙 有时候这种费用是年后再结 选后再结 有时候甚至是开支票 当然也有付现金 有时候开支票 有很多管道 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引起 检调单位的很多疑虑 可能说到情知 说到线索 说到宪明的通报 说你是不是准备做什么动作 这些陆陆续续刚刚讲的 都已经在这个 这次的总统跟立委大选 都已经发生了 那刚刚慈禧姐他其实讲的说 还有一个就是 这板子上没列到 就刚刚慈禧姐跟曹青大哥 都有提到 暴力攻击事件 那暴力攻击事件 有分害人的跟 加害人跟被害人一种 那加害人以前过去在 也曾经发布地方选举 像最有名就是台北前 那个已故的市议员 陈进吉被枪杀 被对手叫说买凶 那个枪杀 那也有 就是像刚刚讲的 那个319枪击事件 然后2010年的五都选举前的 一个一颗子弹 连射文那一颗子弹 都莫名其妙的 就是这些 有加害的也有被害的 被害甚至还有 除了这是 那个枪击案之外 有闹出人命的 还有被打 那之前我们也看到 有知名的艺人 去帮立委候选人 在南部辅选的时候 摄影机都拍到他滚来滚去 从东滚到西 从西滚到东 然后从左滚到右 那种画面 就是没有看到谁打他 那摄影机镜头会 就看不到谁打他 但是因为他毕竟受伤了 而且他去住院检查三天 还真的有脑震荡的形象 然后也后来 也推着轮椅坐出来 然后在那个立委候选人的 选前职业肇事晚会的时候 几乎他还坐在轮椅上 都快要跟人家下跪 跟群众下跪 所以当这些的部数出现的时候 人家想说奥薄奥薄 顾名思义就是不好的部数 台语要奥薄 烂部数 烂招数 但是什么样的一个奥薄 你要怎么去界定 其实就是看说 社会的氛围跟社会的观感怎么样 还有一种状况是 最近好像比较不一样的 我不能形容为奥薄 但是这是一种聪明 也可能牵动 蓝绿谁到底对哪一方 有利或不利都不知道 像名人 重量级的名人的健康状况 或是他的意外 或者是真的身体的一些状况 就好比最近刚发生的 就是那个吴淑珍的妈妈 陈王霞 那个吴王霞 吴王霞女士 她的那个过世 突然的过世 然后陈水扁前总统要去奔商 这样一个奔商的政治 让蓝绿两阵营 其实有人说 对蓝营很好 绿营参应完 或者对绿营不好怎么样 其实都未定之数 对蓝绿阵营到底谁好谁不好呢 其实蓝绿两边都刹了一蛋 最好是不要节外生枝 那除了吴王霞 这种还是比较属于是 跟政治人物重量级的人物 有关联了一些亲属家人 还有一些本来是比如说 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的大佬 比如说李登辉前总统 他的健康的状况 或是以前很多 就是大家都在谈论这方面的时候 都会特别担心说 当然希望他们身体 渐渐刚刚平平安安 但是有很多的 大家会去揣测 就像刚才实际姐 已经点到一点说 周美清因为下乡 他比较重视个人的隐私跟低调 他不喜欢那么大堆头的排场 那当他在下乡 那个扫街浮选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意外 是怎么办 那阿扁他去奔商 为什么现在各界会那么的关注 然后包括北间都说 一定要怎么样保护什么安全 也是担心阿扁前总统 在奔商的过程发生意外 谁担得起 这笔账到底算在蓝银头上 还是算在绿银头上 然后呢 包括还有很多 像刚刚讲的 重量级的政治名人大佬 如果他们身体有什么状况 或健康的话 是不是会变成蓝绿蓝一方正宜 去炒作的一个议题 这个都是在总统大选 最后风吹吵动的时候 都是很关注的一个地方 对 虽然选前 现在是倒数关键的一个礼拜 不过变数还是很多 我们刚刚列举了 这么多一个选举的奥博 也不一定说是奥博 可能选举的一些招数上面 其实让我觉得还比较意外 我觉得是在买票这个部分 我都会想说什么年代了 都这么民主的一个国家 怎么还是会有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 新北市才有立委 某立委候选人被查出来说 他涉嫌真的是发送现金来买票 潮心这样的状况 就像刚刚静明讲的 可能是被栽账抹黑 还是说现在真的 台湾买票的风气 还是这么盛行呢 你以为台湾真的没有买票吗 我觉得有 当然还是有 对 当然有 不是 你看我们在这个 罗文嘉选新北市 那个时候是台北县站的时候 所谓的走路工事件 那么还在之前的 黄敬英跟陈吉的事件 你要知道那个走路工 那一定有人通风报信 然后才人张计获 然后事实上 那一次的黄敬英跟陈吉 也因为走路工事件 指的黄敬英只有输三万票 就整个江山就不见 好 那罗文嘉本来气势相当好 也因为被人家检起说有走路工 整个这个完全走下坡 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有的 那除了走路工之外 你还有所谓的到底只有一些费用 或者是用企业的方式来汇险 那包括有一些 我们讲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有一个超大咖的选举出来 那他只要站出来 大家都知道你没算力还没办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 那个种种的状况 你说有没有呢 那其实有些东西是不能够言明的 那就是很清楚就是有 但是有的情况是这样 你有些司法单位又找不到 那才会造成一些我们讲 一般民众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之下 那所以我想用汇险的情况 其实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存在的 我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 像新竹市选举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利用司法东西 去查一下他准备买票 但是有没有准备买票 不知道 也不知道 有可能他准备买票 但是一旦司法一介入之后 他真的不敢买票 然后就因此落选有可能 所以我想整个这个买票的风气 在台湾目前为止 老实说还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所以我们讲 司法单位应该要好好地去查 否则对一般来讲是不公平的 没错 我们看到有选举的奥博 相对的当然也有选举的王牌 有扣分也有加分的选项 休息一下我们就要来看看 蓝绿双方各自要打出 哪一些终极王牌 马上回来